猫表情 猫表情常在细节里 主要由眼睛、耳朵、骨子来做变化 鼻子嘴部也有,但是很细微 我们主要讲前三种 猫不像狗多了两条眼部肌肉 可以做更丰富表情 所以观察猫表情要更专注 猫眼睛不是只有瞳孔反应光亮 猫眼睛睁开的程度 瞳孔的大小都可以表现出情绪 比如放松时,猫的眼睛是和善 或者是半开的 引起兴趣或者是恐惧的时候 通膏会扩张 警戒或者是攻击的时候 通膏会变得细长 猫耳朵可以前后左右摆动 猫的天力很好 但耳朵很满 前后摆动的时候是在收起声音 正在警戒状态 碰到有兴趣感到好奇时 耳朵会直挺向前 想攻击的时候耳朵会直挺往后拉 猫胡子是用来感知环境的力气 也是判别心情的目标 正在狩猎时,胡子会往前突出 高兴的时候会直挺挺的 放松的时候会垂下来 接下来我们举例七种情绪 猫的三个部位会如何一起作动呢? 请翻开下一页 一,普通状态放空时 耳朵直立向前 眼睛是束筒的一般状态 胡子自然垂下 二,在想事情时 耳朵偶尔微微抽动 眼睛是束筒的一般状态 胡子自然垂下 三,放松感到满足时 互相礼貌舒适的状态 耳朵立起来,眼睛会合上 或者是半看的状态 胡子略微往下垂 比如最近有名的猫帅安东尼 总是一副鄙视不屑主人的嘴脸 其实这只猫半合眼 是在很放松的状态 看他主人表演 四,感到好奇兴奋时 被玩具或小鸟吸引 耳朵起力,面向目标 瞳孔症很大 胡子挺直往前突出 多像是小鸟时 会发出嘎嘎声呼唤小鸟 五,生气攻击性恐吓时 金雷颂羞怕 准备要攻击时的表情 耳朵挺直往后拉 胡子往前突出 瞳孔变得很气长 嘴里挑衅又恐怖的 嗷嗷一直叫 六,紧张 防御性恐吓时 打架比较催弄的那一番 心里紧张害怕 想恐吓对方助手 但是脸部特征 已经出卖他啦 耳朵往后倒 快贴近头部 瞳孔张纳非常大 胡子直立 紧贴脸部 皱鼻子 露出白生生鸟牙 哈气恐吓 七,害怕 被东西蹲坐时 打架认输啦 求对方往看一面 拜托别打啦 耳朵往后倒 贴在头部 瞳孔远的扩张 胡子紧贴脸部 这种状态被主人责骂 心驱认错时 也会表现出来 就请你原谅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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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